梅和气自愈的方法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猴姐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副主任医师 梅和气是中医对于我们慢心炎的一个称呼 它这个很形象 就像一个梅子在那里一样 上不去下不来 慢心炎它的原因病因比较复杂 原因也比较多 那么有没有一个自愈的方法 首先咱们要知道的一点 就是说我的这个烟炎 或者说我这个异物感 这个梅和气都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中老年的女性 那么本身就在这个更年期的时间 那么她非常容易生气 然后也比较焦虑 心里面事情比较多 那么也会碰到这种病人给我讲 我一生气这个症状就会加重 那么这种情况 那我们就需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她可能也就自愈了 那另外有一些病人 她可能就是说我感冒了 我就会加重 那么这个原因也很明确 那我们感冒了 及时的用上一些吃感冒的药物 再加一些沥烟的药物 那么也就好了 那么还有一些呢 可能是因为咽喉反流的原因引起来的 还有一些是因为我们饮食不当 比如说麻辣的东西吃的特别多呀 这个酸的东西吃的太多了 引起来的 那么这种情况呀 就需要及时的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 总的来说呀 咽営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方式 饮食习惯 以及心情的状态等等 都有关系 需要我们从这个健康生活的各个方面 来进行一些改变 那我们这个咽営 才能获得一个长时间的好转